这两盆三角梅是去年花友寄给我的 寄来的时候它是花开满植的 非常的漂亮 所以当时我就没有给它换盆 等它这个花开败之后 它又运的花泪来了 所以又没有给它换盆 等到后面的话 我就开始打造这个露台了 没有时间给它换盆 导致现在这一棵的话 已经是死掉了 这一棵的话还有一点点活力 如果再不给它换盆的话 它很有可能也会死掉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土不行 这个土是那种非常严重的红朗土 里面没什么颗粒 这种土的话不透气 而且的话浇水的话不容易浇透 浇透之后又不容易干 所以这种土是很难养好花的 所以现在我赶紧去抢救一下这一棵 这个三角梅对花盆材质没什么要求 但是我喜欢用这种透气性非常好的桃盆来种 用这样的盆种的话 浇水就会更容易一点 然后种三角梅不要用太深太大的盆 最好选择比现在的盆大一号左右就可以 像我的这一棵 我就选择这个口径18厘米的桃盆来种 刚刚好 接下来就是配土 种这个三角梅 最好用这种疏松透气排水信号的酸性土了 一般常用五份辅液土 三份田园土加两份红砂配置来种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酸性土种 先在盆底加点土 想买这个土的花油 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了 再把这个三角梅取出来 大家看这个杂草长得多茂盛 根还是不错的 不过很多根都是这种杂草的根 把这个土 我用水泡一下吧 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这个过长的根给它剪掉 这样就可以放进来 继续加底 继续加底 然后提一提拍一拍 四周按一下 四周按一下 再加点 再给它浇透水 浇透之后再把它搬去换苗 现在是阴雨天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换苗 换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了 再给它